新店区体育会游泳委员会最近开办了特教生游泳训练营 届时鼓励身心障碍孩子能够多参与休闲运动 训练肢体的协调能力 同时也让爸爸妈妈们可以借由陪伴孩子学习游泳的机会 来增进亲子间的互动关系 为了鼓励身心障碍的孩子多参与休闲运动 新店市体育会游泳委员会 最近在新店一家游泳池开办了特教生游泳训练营 总共有23组亲子报名参加 这已经不是游泳委员会第一次专门为特教生开办游泳课 去年11月份游泳委员会就首次举办获得热烈回响 因此今年还特别增加名额 希望能够造福更多有身心障碍孩子的家庭 带他来的时候甚至说连泳帽他都不肯带 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他就变成说非常期待来上这个课 像我们其实星期三就会跟他说行程是干嘛 他其实就已经蛮期待说 今天要过来这边然后干嘛干嘛干嘛 然后大概行程他已经知道 其实这个对特殊额来讲是一个很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这次的游泳营更将学员年龄层往下延伸到学龄前 希望越早透过水中体式能运动 让幼童可以从中改善肢体协调能力 并刺激脑部神经进一步建立自信心 让这些小孩子能够接触水 然后同时再借由水的接触跟身体的感觉 然后还有福利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肢体的运动跟协调性 然后还有脑部的一些反应 我们透过水的物理特性 我们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接触水 将这个水当作他们的一个好朋友 可以一辈子来受用 也透过水来促进身体的一个健康 除了体能的训练 游泳训练营也强调促进亲子间的互动关系 藉由家长的一同参与建立起彼此的互信与学习方式 未来可以继续帮助孩子练习水中运动 因为我们也会尝试放手 在一个安全的考量下还是会让他去尝试 那他慢慢也会学会这一点 该自己鼓起勇气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那我是觉得这是他成长的部分 父母亲是陪伴小朋友最久的一个亲属关系 那他如果能够也制造里面的一个技巧 就可以让他们的一个活动能够延续下去 由于针对身心障碍孩子所开办的水中运动课程相当缺乏 家长们都觉得这次的游泳营是个很好的机会 也期盼政府相关单位可以挹注更多的资源 重视身心障碍孩子的早期疗愈训练 记者陈振平张文琦新店产品报道 记者陈振平张文琦新店